内浦乡立游泳池内 泰武武坛国小学生正在开心的进行游泳课 对于学校来说 内浦乡立游泳池是唯一离武坛国小最近的游泳教学场域 方便实施游泳课程 但近来传出游泳池长期亏损 不堪复刻 有意结束营业 倘若游泳池结束营业 学校就得重新更换教育场地 我们学校是搭交通车过来这边实施游泳教学 因为这里是离我们学校算比较近的 那如果这边收起来 其实学校要另外再找 其实是有些问题的 包括路程上的问题 还有交通车的一些支出 其实会产生一些困难 我们泳池每天的人事费用 救生员的一些相关的费用 相关的热水器的设备 一些使用的电费 然后可能每个月的付出会比较多 加上我们的门票也便宜 虽然说有学校的学生来上课 游泳课来的门票 所以相对的比较便宜 所以这样子可能不够补贴 我们的每天付出的费用 为造福相亲提倡运动风气 游泳池门票收费便宜 但营运所产生的人事成本 设备维修及器材耗损等费用 导致游泳池入不付出 营运财务吃紧 对此内部相公所表示 将会重新延映经营管理策略 让游泳池能够继续经营 基于地方的需求 还有很多老百姓的需要 我们正在调整我们的一个 营运的一个作为 就是说我们尽量开源 我们尽量节流 那么也准备在我们的游泳池的屋顶 这个棚顶 我们来照标一个太阳能的一个计划 也已经顺利照标出去了 那么关于很多的一个乡亲 很多的乡亲在质疑说 还是担心说会不会就此打烊了 不营运了 在这边跟所有的乡亲报告 目前还不会 我们尽量的让他顺利的营运下去 内部乡长中庆镇表示 由于游泳池肩负乡内 及临近乡镇学校实施游泳教学 及培育运动选手的重责大任 同时也是爱好游泳的民众 不可或缺的休闲场域 因此将会凝定相关办法措施 希望让游泳池能够顺利的经营下去 屏东新闻 施心庭杨正义采访报道